2020年1月6日 治疗罕见病多发性硬化的药物 芬格莫德在北京开出中国大陆首批处方 第一次使用这一境外新药的患者 均在医院进行了6小时的手机观察 此前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卫健委曾发布 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 其中提到 近10年在美国、欧盟或日本上市 但未在中国大陆上市的罕见病新药 可通过专门通道进行审批 随后 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 发布了第一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 芬格莫德作为罕见病用药 位列其中 通过专门通道获得审批 于2019年成功获批 解放区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神经内科主任余生源介绍 多发性硬化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 慢性炎性脱随翘性疾病 它虽被列为罕见病 但受其困扰的患者数量其实并不少 因此对药物的需求量很大 在我们医学中心 我们神经内科呢 我们每年收治 中枢神经系统 脱随翘病 大约400到500例 其中 多发性硬化 每年受住院的 大概50例左右 所以说它也并不少进 另外呢 它制裁率非常高 所以值得我们大家重视 1月6日上午 首批尝试新药的患者 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手机观察 据介绍 中国此前有两种用于多发性硬化缓解期的疾病修正治疗药物 芬格莫德是第三种 它通过免疫调节集中枢神经保护双重机制作用于患者 从境外的使用情况来看 有更好的效果 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安全 所以芬格莫德来说 应该在口服药里边来说 在中国的这三种药里来说 应该是一个更新一代 更高效的 更能达到我们说的Need-A-Full的 这个最终治疗目标的一个药物 当天参与手机观察的患者告诉记者 服药后会出现心率降低的现象 但并不严重 总体看来比较安全 他坦言 自己2013年被确诊为多发性硬化 也尝试过其他药物 但效果都不理想 新药的上市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长期使用对我药效比较好的药吧 现在之前用的 现在国内上市的也就这么集中 因为我还年轻 要终身用药 我希望这个药能够很适合我 不过医生表示 芬格莫德对中国大陆患者的效果如何 还需要经过临床观察 因此后续 他们还将对患者进行随访 跟进患者病情发展 通过我们的水访可以了解到 疾病控制的情况 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的情况 有利于我们进行一些调整和干预 这样的话能给患者带来长期 而且比较个体化的一些治疗和指导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